COD的全新教學單元 COD特戰學院第二集 這次要介紹的是遊戲中的武器、子彈、包包與甲片 在這個遊戲中,武器的選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包包的大小則會影響你帶的資源數量 首先是武器 透過搜尋行李帶幾物資箱可以開到武器 一般黃色的箱子開到了較為普通 配件數量是看運氣,基本上只有1-3個 而白色跟橘紅色的箱子可以開到比較好的武器 配件都是5個滿配 遊戲中可使用的武器種類有手槍、限彈槍、抽鋒槍、 步槍、輕擊槍、狙擊槍、發射器及近戰武器這幾種 那我們先以近至中近距離作戰來說 手槍、衝鋒槍與限彈槍會是你的絕佳選擇 雖然他們的射程不夠遠 但憑藉著良好的機動性與操作手感 讓他們可以在室內戰與上戰中發揮強大的實力 新手如果不知道要如何選擇近戰武器的話 這邊推薦FENIX-45、PDSW-528這兩把衝鋒槍 機動性高且射出快,近距離基本上不會輸 而若是將交戰距離拉至中近到中遠的區間 我們能夠選擇槍支則更加豐富了 除了有包含各式性能且穩定輸出的突擊步槍 單點威力強大但後坐力可觀的戰鬥步槍 還有著彈容量極大能持續火力輸出不間斷的輕擊槍 這邊的話則是推薦可以選擇突擊步槍M4跟輕擊槍556 中遠程表現不錯且後坐力低好操控 最後我們的中遠至遠程作戰就輪到我們的狙擊系列的武器啦 其中射手步槍比較偏向輕型狙擊和DMR單點武器 雖然威力與彈術步擊大局 但卻保有了一部分的機動性和容錯率 剩下的狙擊槍反對就不用多說 一發發都是最大破壞與最遠射程 喜歡使用狙擊的朋友們 可以考慮嘗試看看射手步槍SAB50跟狙擊步槍SIGNAL50 控槍穩定且子彈速度快 不過在各類武器中還是有著比較奇特的槍枝 像是什麼假步槍、假衝鋒之類的 還有發射器和近戰武器我們先不講 未來有機會會再專門做一支影片介紹給大家喔 接著是子彈的部分 戰遊戲中共有五種子彈 手槍與衝鋒槍為一種子彈 限彈槍子彈 步槍與刑機槍為一種子彈 狙擊槍子彈與發射器子彈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彈藥自動拾取系統 當你槍枝使用的彈藥被彈數 在未達一格彈藥堆點上限時 例如步槍與輕機槍子彈的上限為210 在經過相對應的子彈時候 系統就會自動幫你撿起來 但如果已經撿到上限的時候 將不會再自動拾取 因此需要多帶額外的子彈在背包時 需在自己手動撿 之後才會在經過該彈藥的時候 自動拾取 第三格是包包 騎死的時候每個特戰兵身上 都擁有一個5格容量的小包包 其他背包必須透過開啟遊戲中的 行李袋或物資箱尋找 分別為7格的中型背包 與9格的大型背包 撿到這兩種包包會多個裝武器的空位 可以作為額外的第三種彈藥儲存哥 背包較小的情況下建議去分配配戴的資源 如果只有小包包的情況下 建議配戴2-3組裝甲片 其餘格數留給額外的彈藥或擊殺獎勵 最後則是甲片的部分 開始一場大逃殺時 每個特戰兵身上都只會有藍甲 也會給兩片甲片在身上 必須透過搜尋行李袋 房子或開物資箱獲取更多的甲片跟指甲 如果真的撿不到也可以透過商店來購買 只是指甲在商店隨機刷新不一定會出 穿上指甲後必須自己補滿第三格甲片 不然還是只會有兩格甲喔 甲片的施取方式也跟施取子彈一樣 有上限跟自動施取的機制 上限為一格三片 另外單片補充時不會只填滿該格數 而是會完整的補充一格 所以假如只扣了半格的甲 補甲後就會是一格半 不用擔心被吃掉半格甲量喔 最後由於World Zone 2.0在移動系統上已全座有所出入 所以我們現在在補甲前一定會有一個小小的僵直時間不能跑步移動 開始補甲後也不能做出其他高機動性的動作 只能小跑步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補甲的時機點喔 以防在關鍵的時候被敵人抓到進攻的時機 那麼今天的特戰學院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集見囉 我們下集見